是由周宇对方博 想就有一种硬汉的风格 他的球风 因为方博 采用 一场定胜负 而且这场比赛又打到了决胜场 是三局两胜 比赛的进程会特别的快 现在第一局方博是7比4领先 其实 在类似这样的比赛最能够使运动员 拉起来 好的 防住 反手发力 好球 方博再拉 直线 侧身 拉斜 拉反手 哎呀 拉起来 好的 防住 反手发力 好球 方博再拉 直线 侧身 拉斜 拉反手 哎呀 强中远台的对抗 而方博呢 也是毫不示弱 他的正手 一直在 特线 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球 第二板 方博在侧 第四板 这个球啊 就感觉到这个方博啊 跨步的力量没有把这个球能够顶起来 手用 拿住 像方博十比八拿下第一局 带来 巴一大伤和山东路能 决胜场的比赛 运动员 方博最好看的一个环节 但现在的方博呢 这个正手的进攻啊 一把两把 说 进攻也要有 有虚实的 正手的强势进攻 所以这种情况下周围一个是要控制一下方博 同时自己 呀 当中高水平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他不像女运动员 女婿必输无疑 我看到方博思路还是非常清楚 要知道 必须要靠正手来抢拉得 测旋 就是一开始先斗勇 然后斗智 现在既斗勇又斗智 看谁敢下手 你要是搓等对方失误 可能性几乎没有 如何 如何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山东鲁能的郭克力啊 教练又叫暂停了 我们看到现在张力首先完成好自己的任务之后 来了 哎呀 这个球太运气了 大家看这个球其实方博很被动了 几乎要使球落地了 有了 还有 哎呀 这个 有了 还有 哎呀 这个 灯火 有了 现在终于要摆脱这个反手防守的困境 这球最后方博非常冷静的正手的一板挖球最终拿到了最宝贵的一分 这样山东南过关 晋级到了拼调联赛2014年的决赛 今天方博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因为我记得在全国锦标赛南南冠决赛的时候 的的确确是周瑜 周瑜 在那场关键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方博 但今天的方博他的成熟冷静 赢得了这场比赛